以例子觀點而言,就物質的三態一般來說,下列合則正確 A選項 固態時分子間距離最小,這個對一般而言 液態最大,這錯了,氣態最大 A是錯的 B 氣態時分子不能任意移動,錯了,可以任意移動 再看C 液態時可任意改變形狀和體積 體積不能任意改變,但是形狀可以任意改變 所以C也是錯,再看D 固態分子堆積通常較緊密,這個對 且分子位置不能任意移動,這個對 它可以在原來位置平衡位置震動,但是不能移動 因為固體體積是固定的 所以形狀也是固定的,體積也是固定的 所以分子位置不能任意移動 所以這個是對的 所以大家應該是選D,因為它是選對的 所以我們就要來選擇 這個,不然間的,我們要選擇